第39提3940提示提主 阅读文章回答3940提 阴极射线管在历史上有巨大的意义 最早的阴极射线管是由英国人威廉克鲁克斯首创 故称为克鲁克斯管 最早的阴极射线管的构造如图 两金属板置于密封的低气压玻璃管内 分别接高电压的直流电源 电子会从阴极射向阵极 JJ汤姆森借由该装置测得电子的核子笔 因而获得诺贝尔奖 第39提问 我们重现汤姆森的实验 在阴极射线管上加上磁场 由西向东射出电子数 请问电子数应该会如何偏折 那么这个就是考所谓的电流在磁场中受力 要用的是右手开掌定折 我们的一个电子是从西向东跑 就表示我们的电流是由东向西跑 我们的磁场是从N级到S级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比出我们的右手开掌定折 像这样来比 然后我们的手心也就是受力方向 是出纸面也就是朝向南方 所以我们会朝南方偏折 第39提问我们说 请问电子数应该会如何偏折 我们答案选择是B向南偏折 我们的手心也就是在这边